Hello 大家好 欢迎再一次来到HK潮脱.com 我是阿荣 今集已经是我拍片做教学的第101条片 去到第101条片 我醒发起原来我没有认真跟大家介绍过我是哪一个 当然我叫阿荣 我是一个Graphic Designer 今年2013年我就已经入行了第12年 回顾这十几年 我就做过很多不同的设计工作 有些是一般的公司 有些是package 有些是web的 event的 animation的 很多不同种类的公司我都做过 我都training过很多junior 在trainingjunior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香港的设计教育 在软件这一方面是很不够的 所以我在两年之前就开了HK潮脱.com 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我自己学回来的应用的技巧 怎样用一个软件才是最好 最快手 不经不觉就已经拍了100条这样的影片 但是作为一个设计师 你只懂得用你的软件才是基本的 所以这一条影片 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东西 就是关于如何量度的方法 我不敢说我自己量度的方法 但是这十年以来 我都有一些心得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喜欢 好了 讲到设计 很多人就会立刻想起brainstorming brainstorming是什么呢 其实brainstorming是一个1940年代 由美国的设计师所发明的一种集体创作的游戏 所以就 ELство的规矩是大家都不可以禁止对方的概念 在限时之内 一着出来就是把所有撩出出来 拋了所有笑点 然后就去到review的阶段 看一下大家的笑点 有没有觉得哪个好哪个不好 就是投票 有些人会暗标 有些人会明标 各种有不同的方法 如果不能得损到结果 那就再brainstorming brainstorming是一个很流行的方法 但是我自己就不赞成这个做法 原因有两个 首先第一个就是由于它是一个 你想不到就要再做下去的过程 如果大家有开会的经验的话 都可能会有同感 开会去到最后就变成不是 怎样讨论那件事是最好作为结尾的 而是怎样可以完结个会为结尾的 就总会有一些人是会为了可以完结个会 而放弃自己某一些他觉得很有问题的东西 而就只是为了他可以快点走而已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那第二个决定性因素就是 在brainstorming的阶段 由于它是没有指引你要抛什么的机会出来 所以就会有很大量idea的浪费 所以就有些人就加了其他技巧下去brainstorming里面 那例如是mind map这一样东西 mind map是什么呢 mind map就是他们开始不单纯粹抛一些idea出来 而是有一个特定的模式去抛idea出来 接着再在中间去到再develop他的idea 那就是中间有一个mind map呢 如果大家看着画面的话 就通常呢 都是这样一样的 中间有一个主题啦 那跟着呢 旁边就想到些什么就写些什么下去啦 而通常呢 都会是那些什么who and what where how 这样的东西啦 那就一路写下去 那每一个写完之后又再写一次啦 那跟着又再写一次啦 那就会越写越大张啦 那就可以围住一件事呢 就将这一件事发到很广啦 那也都很多人呢 会用mind mapping呢 来到进行brainstorm的 也都是很多设计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的设计学生是怎样的 但是我那时候呢 那些阿sir呢 都会很推荐mind map这种思考方法的 那其实呢 我去做了那么多年之后呢 其实呢 我就已经没用mind map很多年啦 那为什么呢 因为mind map呢 有一个很决定性的问题的 就是呢 由于它是 其实这两个工具应该这样讲 这两个工具呢 都本质上是没问题的 它是给 但是呢 它们是给一些毫无幻想力的人 去做幻想的工具 就是如果你是个人是天生 不懂得幻想 不知道为什么啦 是不是 你不懂得幻想的话 那这些工具呢 是可以帮助到你做一些幻想的 那但是呢 它们是纯粹是幻想来的 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工具来的 但是呢 它是没有一个方法呢 令到你的马飞去一个你想去的终点的 就是说 当你去做brainstorm呢 或者当你做mind map的时候呢 你是不能够控制你的思想呢 飞去某一个特定的地方的 那为什么我会说飞去一个特定的地方是 很重要呢 因为呢 我们是做graphic design 我们不是做art 我们不是需要 我们不是需要理我们自己的感受 是不是 我们是需要理我们的客户的感受 而基本上每一个工作呢 都一定有一个特定的范围的 例如它的年龄层呢 有些人不用年龄的 可能是特定的focus group 它有不同的性格的特征 那有些会是不同的媒体呢 那它是做print net的 但是你想的条件出来是print net做不到的 那是没有意思的 是不是 那会有很多不同的限制 那其实作为一个设计师呢 我们的工作是在这些限制里面 发挥我们的创意 那所以呢 我自己就不是很推介这两个方法 我会用过什么方法呢 那我就简单地示范一下 那其实呢 当我自己画一个这样的map出来 需要画map的话 那我自己就会先将那些限制写出来的 那首先呢 有两样东西是一定有的啦 第一样就是你的product啦 你的product可能是一个产品 可能它不是一个产品 它可能是一个品牌 是一个event 或者怎么样都好 那总之就是你要卖的东西啦 因为我们做graphic design 大部分时间 我们都是在卖一样东西啦 接着呢 就是你的target啦 那最基本的话呢 就一定有这两样东西啦 那接着呢 我们就开始进行连结啦 那首先呢 就要确定了我们的target是什么啦 那例如是我们的target是 就是18-30才算啦 18-30就很抽象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找一些具体一点的啦 18-30 可能你借了18-30也不要紧要的 当然啦 你可以就说再找具体一点啦 例如是主打是上班族的 那就上班啦 那接着呢 假设这样才算啦 那接着呢 那我们的product啦 那我们的product呢 就一定有一些主要的selling point 那我们就把这些selling point 画出来 这些selling point 可能是不同产品 当然会有不同啦 可能例如是香口胶 香口胶就是薄荷啦 清新口气啊 或者是清洁牙齿 它一定有一个key point 那接着呢 那我们就假设key pointA啦 我们就可以开始计算啦 那这条条我们怎么计算呢 就是将这个key point 放到这个target里面 我们就要想啦 对于上班族来讲 假设是 假设是上班族 假设是香口胶啦 香口胶 它是key point是 什么好呢 是薄荷啦 是超薄荷的 那对于上班族来讲 什么是薄荷呢 还有他们为什么 那一定会有几个问题 就是 为什么他们需要薄荷啦 是不是 那一定会有一个情景 是为什么需要薄荷啦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用回 好像mind map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 我们就是调转mind map来画 由那个target开始画起 为什么它需要 这个product 而不是由那个product开始 写起 或者由一个main point 开始再进行连结 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很有效地利用我们的想象力 去到 量一条桥出来 那可能我们只需要几个step 那为什么 解决了 为什么它需要薄荷啦 那假设为什么它需要薄荷是因为 因为它整天都要很接近和人说话 那假设是这样的 那它为什么需要很接近和人说话 那接着就可以很快地想到一个情景 或者想到一个tagline 那这个呢 就是我自己常用量的方法 这个也是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呢 就会改善到用mind map 或者brainstorming的时候的一些缺点的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啦 那在这个课堂呢 那再会跟大家讲一下 怎么样进行连结的 因为其实呢 连结的时候呢 也都会来来去去呢 都走不开几条简单的规矩的 那今天课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希望大家喜欢啦 那如果有些什么问题呢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 或者去我的网站 www.hktuto.com 那就可以留言告诉我 或者去我的facebook www.facebook.com slash hktuto OK 我是阿榮 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以上所分享的一些idea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